要带大家看一看各地警察叔叔的爆款短视频 1月16日下午正在青田高铁站乘车的毛先生 焦急地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他说自己在高铁站看到一名妇女 正在和一个小孩相互拉扯 孩子一直哭闹不止 怀疑是不是有拐骗的可能 虽然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但还是要感谢毛先生的这份热心 另外也要提醒各位家长 春运期间车站人流量较大 携带孩子乘车一定要照看好孩子 遇到突发情况也可以向车站民警求助 下时间距离